最近乌克兰在美国的支持下不断挑衅俄罗斯 近日又连搞两个大动静让俄罗斯被受打击 新华社8月18日报道 近日乌克兰国防工业康采恩公司宣布 乌军方在南部奥达萨州成功试射一枚本国独立研制的巡航导弹 导弹精确命中100公里外的海上目标 这将极大提升乌克兰在黑海的防务能力 有效遏制俄罗斯军事挑衅 与此同时有媒体报道称 乌克兰在美国的帮助下 已经完成标枪便携式反坦克导弹系统的培训 可随时在东部地区使用这种武器 乌克兰试射的导弹 由乌克兰国家炉气设计局研制 射程达300公里 专门用于对付海上目标 对于导弹的成功试射 乌克兰国人难言喜悦之情 但却令俄罗斯方面感到不安 乌克兰购买标枪便携式反坦克导弹系统期间 俄罗斯多次警告乌克兰适合而止 以免加剧东部地区冲突 坦克导弹系统培训 同时从海陆对俄罗斯出击 长期以来 北约一直借援助之名不断加强载入军事存在 引起了俄罗斯的不安 同时海上威风2018多国联合军事演习等一系列军演 在俄罗斯门口打响 也加剧了俄罗斯和北约国家的矛盾 自2014年来 美国就给乌克兰提供了超10亿美元的防务援助 北约正在把乌克兰打造成一个火药桶 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 乌克兰迷失了自己的战略方向 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失败国家的典型 对乌克兰来说 加入北约和欧盟 寻求安全经济双丰收 过于天真 就拿加入北约来说 人家可是有规定领土争端的国家不收的 乌克兰光这点就不及格 滥鱼冲数哪有那么简单 北约给乌克兰灌迷魂汤 只是想把它当作炮灰罢了 西瓜视频 给你新鲜好看 1 3 2 4 6 7 8 感谢观看